謝謝觀眾來到肥群頻道收睇肥群的片 肥群的位置現在在鏡湖馬路中段 上面斜路那邊就是鏡湖醫院 我們向下面那邊走 就是鏡湖馬路下一邊 向著永樂器屋那邊走 這區屬黃區 正說那區屬紅區 這邊屬黃區 應該叫做 這裡的店舖很多都關門了 人一樣是這麼少 有 那麼車的路量就很多 好 好 這區的店舖可能是晚上才開 很多都關門了 很多都關門了 可能人流比較少了 現在 民生區的影響不是很大 旅遊區就比較慘 好 那邊 這邊有多幾間店舖 開 這邊有多幾間店舖 這區屬黃區 這區是屯半街街 這區是屯半街 街口 我們轉為橫街 這區叫蘇亞街 就是屯半街 就是屯半街 對面的那條街 蘇亞街 第一條非常短的街 那邊穿出去就是 渡船街 一邊就回到 演樂器院 那邊 蘇亞街 基本上 九成都是關門的 蘇亞街 比較冷清一點 車也不多 人也沒有 人也沒有 擁有 衝運 這邊 是 魅力 主機 組的 這條是渡船行 這間就是路口 我们去到永乐器院 今天我们走这一边 走比较人多的地方 这条渡船街 渡船街也比较冷清 人不是很多 这边是虎联厌核酸的 开始都没有人了 工作人员站在门口 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现在来到就不用排队 直接进去有得做 今天我们走二字街 二字街 比起以前 真的剩了很多 这条街 又放学 又买菜 非常之多 现在就比较人少 前面就是圣家学校 有很多摊档都没有开门做生意 这条二字街 有一段时间是暴行街 不准入车 所以路口有很多派 是暴行街 过了那段时间 21点 就可以通车 这些摊档都很冷清 我们又走到那一家四口 那位太太做事的地方 买水果的地方 还是封闭着 不准入不准出那里 红区 那如果它不爆发呢 澳门就很快去回复平静 那服务以外 十四天之后 就正常回去了 那前面这个路口 就很多防护人员 还有警察在这里 怎么进去呢 都要检查健康码 这一区很多摊档都没有做生意 全部关了 全部关了 全都受了一点点影响 这条街 这条街真是非常静的 平时这几条街是人山人海的 人的人的 现在是水静河飞 有很多朋友都不敢来这区 来到这区附近的马路就要运路走 最重要是你走到这区就不要脱口罩 不脱口罩就没事了 回到家就立刻洗手 洗面洗手 这条是劳九街 二字街的隔一条 我们出回来是高士德马路 高士德马路也很冷清 平时塞车都陷了 今天非常小车 我们又看看自街的范围 还未解封 工作人员在这儿做事 工作人员在这儿做事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这条是群队街 群队街都是非常冷清的 很多店铺都关了门 平时这些马路就是人山人海的 人山一湖 2019年